各机关社团因为疫情而打乱了各项活动 随着疫情趋缓逐渐活络了起来 工夫箱的妇女会也在今天恢复办理妇女成长研习课程 带领妇女姐妹们手作创意盆栽 县长徐正伟也到场和姐妹们一起学习 享受体验手作的乐趣 因为疫情而一严再严的研习课程 随着疫情趋缓终于真正能实体上课研习 妇女姐妹们早已迫不及待 学好学满 所以你自己要调整说 我如果黏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有会突出来的话 我就要换一个方向 工夫箱部理会这一堂花开蝶舞 创意盆栽手作体验课程 讲师郭素额以宣纸图案 盆栽及剪刀、酱糊等材料器具 带领姐妹们自己动手做 由于步骤简单易学 每个姐妹们快速上手游刃有余 婦女会姐妹们彼此作伴学习 透过婦女会资源力量共同研习成长 高度赞同的县长许真卫 百忙当中也到场 寄出了一密密的时间 和现场姐妹们一起学习 享受手作的乐趣 在对于我们营法 婦女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台评的部分 其实先生普通非常非常的努力 无论是婦女的学习成长 或者是婦女会要办的交流活动 像我们本来五月份要出去 一次有的 现在好像提到九月份的吧 我提到九月份 去年我们理事长跟点东西 都有带大家出去走入走 县长许真卫从头学到尾 拿着自己的成品和县长姐妹们 相互交流学习 光复乡部女会理事长廖家瑜 也乐见姐妹们的成长并表示 接下来明后两天 都将会在光复乡内办理成长研习课程 部分成员对象 只要有兴趣都欢迎大家来学习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有兀光复地 已游その后一对 也许是一比达